分享台南有趣好玩新鮮事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蔡芳如 歐滴媽媽 她是歐滴 歐滴今天又上鏡頭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歐滴媽媽獨白 好不好 因為現在是COVID-19疫情期間 已經我們台灣稍微解封了 就是有一些國旅啊 大家都可以開始 很多婆婆媽媽啊 她們都一開始組團出去玩了 暴富性出遊 那我們當然之前呢 也有稍微到這個墾丁啊 台東去稍微一下 出解一下身心 不過呢今天我在新聞 有看到一個消息 他們有做這個試調啊 就是如果啊現在能夠出國的話 你們最想要到什麼地方去玩 結果呢 最第一名就是日本 日本對 就是我們台灣人最常去自由旅行的地方 那也趁著這個機會呢 我們在去年吧 前年前年 前年呢因為我兒子啊 在北海道日本打工度假 結果喔 她是在 她之前有去過 富山縣就是黑布利山那裡 有一個雨奈月溫泉 然後呢後來又轉到北海道 那邊叫做新野度假村 新野度假村真的是 很讓人家想像 那個地方喔 聽說這個旅費滿貴的啦 可是我們呢也是真的就是 為了想說 有一個理由 正當的理由去看它 然後也趁著這個機會呢 試一下自己的膽量 為什麼 我們是自助旅行 自助旅行喔 因為一般我們到外國去啊 通常都是跟團嘛 對不對 那那一次呢 我們就自助旅行 那待會呢 我又要告訴你們 我這個自助旅行的一些經驗 那因為現在呢 要出國還要隔離期嘛 就是你要出國到那個國家 你要先在當地隔離幾天 然後回到台灣要隔離14天 那我的朋友啊 最近就是從加拿大 剛從加拿大回來 他在台南的一個防疫旅館 然後每一天就開始倒數 倒數就是每一天PO文啊 說有哪一些朋友呢 給他一些這個很好吃的東西 每一天 這樣子開始倒數 其實到現在喔 到今天看喔 好像才倒數第八天 所以他可能還要度過一個禮拜 那有一點辛苦 那我們這邊為所有在防疫旅館的朋友 加油一下 為了要做這個超前部署的動作呢 還有就是我們最近呢 因為四個公投議題啊 就是大家比較忙碌 有一些里長啊 或者是市議員 他們最近的時間比較撥不出來 所以呢 歐迪媽媽呢 蔡芳如我 就開始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呢 趁這個機會 把我之前到北海道啊 雨那月 雨那月的沒有 雨那月的不小心被我刪掉了 在這個北海道的新野度假村 有一些紀錄的影片 然後趁著這個空檔期間呢 我來把它剪輯成為一些影片來介紹給大家 那首先呢 我當然要先告訴大家 自助旅行的整個過程 以前呢 我們從來從來就不敢一個人 好像就是 語言不通嘛 第一語言不通 那是日本語又不是英文 英文還稍微好像可以 那我們就開始呢 下定決心來做一趟這個冒險 為了第一好像是為了我兒子 第二其實是自己想嘗試 因為我都常常聽說 朋友他們都常常到日本自助旅行 就很羨慕 總是要有一個衝動 然後這樣子讓自己做第一步 那首先我們要做什麼事 就是要做功課 我們要開始上網做功課 然後可是上網你可能會 遇到這個訂飯店 還有訂機票 還有就是到當地的這個 新幹線啊 JR啊 一些交通的問題 你都要去整個去把它釐清 然後又很怕喔 就是說在訂飛機的時候啊 很擔心說我們訂到了機票室 是比較便宜的 或者是怎麼樣 服務不知道好不好 然後或者是還有就是 到這個飯店 民宿 我們會不會去遇到一些 所見非所得的民宿 當然我們這一次到 北海道的新野度假村 這個口碑已經非常好 上網上去看這個 新野度假村啊 每一個晚上都好像一個人 一個人好像都要 將近一萬塊 他們有兩個價位啊 一個就是比較一般的 就是一萬塊以下一點點 然後一個比較高檔的另外一棟呢 就是 至少要一萬二左右 一個人一天啊 對 後來呢我們就真的開始 我就著手去做 訂機票 訂機票呢我會很擔心 這個時間上啊 我們會不會到 要拿到網路的這個訂單 然後當天呢到這個 機場check-in的時候 要怎麼做 那事實上呢 我有去問到一個我們的同事 威連宋 他是日本通 他就幫我把這個 訂機票的一些網站呢 傳給我 然後我就開始透過這個網站去比較 有一些就是直達這個 北海道的某某千歲機 新千歲機場 那有一些是要轉機 結果齁 每一個這個行程 的這個收費就 完全就差距很大 你只要就是有轉機的 這個機票 他就是價位比較高 那當然大家都會想說 我們就直接找這個廉價航空啊 可是廉價航空 我們有去找 他就是有限定這個 行李的重量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廉價航空的機票 然後再加這個 行李重量加進去之後 發現 我們直接去找華航 華航他的這個機票 已經含了那個 行李的費用 加起來 不會比較貴 貴一點點 比這個聯航貴一點點 但是 這個華航 它裡頭可以有吃東西 它裡頭有一些 部飛機餐啊 然後它的座位也比較舒適 還有它有空服員來幫你服務 所以呢 這樣簡單來講 我就覺得 嗯 那我們還是選擇華航 而且 感覺就是我們國家的 所以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投訴 比較遠 比較有地方投訴啊 這樣 那這個就是這個 飛機的部分 然後還有在網路上訂這個 飯店 就是旅館的時候 我們在新野度假村是直接 我是直接去找旅行社 然後找旅行社 他們有跟新野度假村有一些 簽合約嘛 所以他們是配合的 因此呢 在那個地方呢 我還有趁著旅展的時間 然後他們就有一些配套 相對的這個價錢就比我們單 個人去跟飯店訂要便宜多了 有這個 台北有某某旅行社 我就忘記哪一家了 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它也是在 新野度假村已經有給你配套好 就是說你除了睡覺之外 你還可以享受那裡的攬車啊 或者是有那個游泳池啊 或一些行程都可以包起來的這樣 你就不用每一種都去買單 都自己又另外再花錢 然後 對 後來呢 我們就真的這樣子 還有 還有一個一定要做的事 就是交通 你知道當地的交通 所以呢 除了這個把機票訂好 房間 飯店訂好 我們要去訂這個 有一種北海道七天的這個 JR的套票 那個可以在Klook買得到 然後呢 我們在Klook買到這個JR套票之後呢 我們到日本 你可以 可以自己去開車啊 可是你如果用這個JR套票 你這七天在北海道的任何JR 你說暢行無阻 都不用再去買票啊 不用再去另外去花錢 而且非常方便 而且 它就相對的節省了很多的經費 後來我們到這個北海道 我們的JR的套票 真的是 物盡其用 你知道嗎 我們從這個機場到 到哪裡啊 機場到 新野度假村 開始 就是都用做JR嘛 對 然後呢 我們就 發現 欸不對啊 我們這個七天 一定要常常做啊 要不然喔 這樣子做不合啊 結果呢 我們第一天是住在 札幌啊 對啊 我們先第一天住札幌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在札幌當地呢 喔 做JR去哪裡 你知道嗎 去小樽 喔還有 還有去哪裡 去穿 喔 去穿看動物園啊 藍山酒造啊 小樽運河啊 喔 然後去吃那個 那個滿出來的那個 鮭魚丼啊 鮭魚軟丼飯啊 然後 還有到哪裡 然後再繼續做到 新野度假村 那個地方叫做哪裡啊 我忘了那個 那個名稱了 最重要的是 到了第五天好像 第五天還是第六天 我們又回到札幌之後呢 發現 這個還沒有滿七天啊 我們應該 再來一趟冒險 結果 我們就真的 從札幌 搭上這個JR 一路 做到哪裡 你知道嗎 到韓館 欸 很遠耶 做了四個小時喔 一 一趟去單程四個小時 然後回來又做四個小時 總共八個小時 你看 這個 JR的套票 讓我們運用得非常得當吧 得宜吧 到韓館 我們去吃的那個 烏 烏賊素麵喔 那個 我有拍 那個真的很 很可愛的 烏賊素麵 不過喔 你們可能會想說 阿你坐這個八個小時 到韓館 值得嗎 我告訴你 非常值得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那個沿途啊 那個 兩側的這個 雪景 山景 喔 那個枯樹 真的是太美了 到現在都還在我的腦海中 流連不已 那感覺就是 一定會有偶像劇出現 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喔 日本的這個交通 尤其新幹線 比台灣貴多了 交通費真的很高 這個改天再跟你們分享 雨耐月溫泉的那一趟 真的是有一點災難式的 然後接下來 喔 OK 那我們就是把這些 旅館 還有 飛機的這個機票 還有這個到當地的交通 都已經準備好了 欸 還有一件事情要準備 那件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去把你的駕照換成 國際通用的駕照 嗯 這個要先在這個監禮站辦 欸 然後辦了之後 可以怎麼做 去到當地 如果你突然間不想要 欸 做新幹線 你可以到當地的這個 租賓公司 汽車租賓公司 去做租車 租車 欸 我們在雨耐月溫泉 真的有玩過 租車這個件事 後來 我們到 雖然我們到北海道 沒有開到車 因為 北海道當地呢 我們去的時候啊 都是雪 下雪 所以 我們就沒有 沒有機會租到車了 那當然就是 有備無患 還有 當然是還有 欸 欸 刷卡一定要的嘛 但是有一種東西 我提醒你們 就是 你要把你的這個 提款卡 去把他設定 到銀行去設定 去設定 可以跨國領錢 要不然你如果遇到一個 到了一個鄉村 那突然他沒有 欸 沒有辦法刷卡 結果呢 你又突然間身上沒有現金的時候 那是很囧 囧的事情 因為我在雨那一月就遇過了 呵呵 這是第二次的自助旅行經驗 所以 他就告訴我們 我們需要有這些事情的 事先準備 OK 那我們就整個事情都準備了OK 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 欸 出國啦 出國 這一次當然就是第二次的自助旅行經驗呢 我們當然就是 特別的叫做有經驗啦 因為到日本 他們 有一些人不會講中文 但是 他們都看得懂漢字 對 如果你有什麼 想要問 你不會講日文 那 稍微的英文 他們也是可以通的 如果你們還真的是無法溝通 我建議你們可以在你們的手機去下載 一個日語觀光日語的APP 如果你想要問什麼 你直接這樣點下去 連打字都不用打字喔 他就會告訴你 欸 你現在是想要搭計程車 或者是你現在想要去做新幹線怎麼走 你這樣按下去 然後給這個櫃台看 聽 他就知道你要幹什麼 非常非常的方便 OK 然後呢 我們就開始 去坐飛機了 對 開始了 我們非常開心的 八天七夜的 北海道 新野度假村的旅程 OK 那接下來呢 我就開始來 有一些我們到 北海道的這一些 地方的簡介的影片 好不好 然後來介紹給大家 希望下一次有機會 還可以幫你們介紹更多的 地方 讓我們在這個 全球解封之後 我們的疫苗都打了兩劑 所以比較安全一點 等到我們都可以全球 開始準備出遊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馬上做好功課 出發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繼續看我們的影片喔 今天呢 今天呢 我們一來 我們在那個台灣網路 就已經買了 七天的Ji-Pass的券 所以呢 一來我們在新千歲機場 下了飛機之後呢 我們就到JR的服務櫃台 去把它換成這個JRPass 然後櫃台人員呢 先指引我們 如何到我們今天要入住的 這個 Tam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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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 度假村 新野度假村 這個他們 中英日文 用三種方式 我們很好 很好溝通 對 這個 其實很好溝通啊 要來的時候都會怕 想說要怎麼辦 可是 來到這邊之後呢 就發現 真的蠻簡單的 不要怕 不要慌 很鎮靜的 先喝口啤酒吧 今天 這次要來這邊八天七夜 這 飛海道剛下飛機 就是雪白的 不是很多雪 樹呢 都是枯枝 所以跟那種 偶像劇情裡頭 想像的 還不太一樣 可能我們到山場 就會看到樹冰了 好 我們期待 等一下的美期 親子東 我以為親子冰 選舉剛結束呢 我們今天 做了紅眼斑機 來到這邊呢 是 北海道 這邊我現在在 新千歲機場 現在是 日本當地 時間是 1點 10分左右 所以呢 我們先來這個 新千歲機場 吃一下午餐 午餐呢 就是 非常 非常 可怕的 好多鮭魚卵的 親子東 好 還有這個 SAPRO 啤酒 這個室內不會呢 如果到戶外呢 有風吹會涼一點 所以呢 我今天穿了這個 高齡的毛衣 好多鮭魚卵 我喝什麼一酒 然後啊 看一下喔 這裡 這個 這個沒有我點的東西 我現在 要 好好的把那個 鮭魚卵吃到 說 吃不到開心 好不好 香香 香香 我的青子凍來了 味噌湯 好好好 這個啦 這個在台灣啊 看得我都口水猛吞了 鮭魚卵滿滿的 這一家呢 是在 新千歲機場的三樓 鄉土料理 還有鮭魚 我們待會兒來嘗嘗看 這是它的沾醬 這是醬油 太美了 優油鮭魚軟海 OK 我要開始來享用了 醬油 還有芥末 醬油 拌一拌 淋淋些下去 好 好的 我覺得 我們來吃 鹽 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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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鮭魚 咬一些飯 新鮮啊 超級新鮮的 我這一趟北海道之路 就是要把這些 當地的食材 吃到過癮 滋味票價 那個鮭魚丸 在嘴巴 掛開 滿足 在台灣吃那個 蒸鮮啊 鮭魚卵軍艦 都只有一點點 這個是大滿足 大滿足 然後再配一口 哈哈 生啤酒 砂坡就是要喝 是砂坡就是要喝水 砂坡就是要喝水 做這個阿 怕時候可以一直喝 好不好 我们这一次没有打算要这家 我们待会 环视一下这个餐厅的现场 那我比麻烦就先介绍到这边 我要开始享用 然后期待我们这 八天七夜的美食之旅 漂亮 又是这一家 在新鲜睡机场下飞机之后 先来倒给一下香土料理 就是看到他们的这个模型 龟青子洞 还有他们有很多 我光吃一个青子洞就已经饱到不行 因为我还有喝一杯小的生啤酒 还优秀 他们的香土料理真的太豪华了 枪枪就是这个了 有哦 很棒 嗯 第一站 喜欢 还有那个吃烟室啊 这个吃烟室啊 就吃烟室啊 好 哦 我们要准备要去炸JR咯 好哦 我们要准备要去炸JR咯 去炸JR咯 到一个南千岁 再转 要转这一个特辑到TOMARU 哦 不是TOMARU TOMARU 这里 我们刚刚在机场呢 贵海小姐问我们要不要指定鞋 从这边到TOMARU 要大概一个小时 所以呢 我们就预定了指定鞋 还好 如果自由行的作为就炸了 现在外面都是甘树枝 还没有看到下雪 不过这样景象在台湾完全看不到 也算是另外一种 呃 美感 的话 然后我们待会到TOMARU 站的时候 会有饭店的接驳车 嗯 那我们就 1点28分左右 会比达TOMARU 饭店 好的 现在是这样哦 现在开始动态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欧迪妈妈 他 欧迪爸爸 终于神秘特现身了 为什么呢 这一次啊 可以非常的 坦然的面对镜头 因为 选举完了 而且大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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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胜大胜 台湾人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边 北海道 星野度假村 我们现在在等待 3点进入房的时间 坐在这边 看着外面的雪景 还有偶尔呢 会飘一些细雪 嗯 嗯 整个感觉就是 很爽 很轻松 还有 喝不完的香滴 啊 虽然不是啤酒 可是很开心 我们现在开始 微醺 好不好 11%的 气泡酒 哦 真的11%的气泡酒 也是会最累 哦 所以呢 来这边一个晚上 我再去倒一杯 好 来这边呢 虽然一个晚上要 一碗 一个人要花6千多块 台币哦 可是呢 它有很多的设施 都是免费的 嗯 我们可以去玩 嗯 懒车 还有 还有 沙滩 海滩 游泳池哦 游泳海滩哦 还可以去 泡汤 每一天都可以去 其实很值回票价 还有当然是 它有自助早餐 它的早餐呢 是我梦寐以求的 嗯 哎 反正来到这里呢 整个人就是轻松 快 乾杯 你爸爸又回来 哈哈 啊 我现在在等我儿子下班 好 哎 可是呢 虽然这边是 零下八度 可是因为有太阳的关系吧 所以 不觉得冷 我们今天 昨天凌晨在 桃园机场 感觉 特别冷 所以 手套 不用 呃 高零药 还有 就是 厚一点 不用穿到雪衣啊 除非我们要去滑雪 我里面只穿一件 哦 对对对对 我穿了两件 都是以来穿最多的 嗯 嗯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外面的雪景 哈啰 我的妈妈来到这边 这边 就是 呃 tomaru 的tower 我们今天住的饭店就是 这一间 的tower 啊 可是呢 下午三点还能够进房间 所以呢 这里呢 我们 现在在这个地方呢 是他们 呃 住宿贵宾的接待的地方 这里呢 有 这个 洋奖 香槟 还有 这个 咖啡 欸 眼背的 这个 你一直喝 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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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喔 这可以一直喝哦 可是没有啤酒 没关系 我们今天 下午 刚健保 喝香槟 喝到 爽 啊 然后我们还试一下这个 贵宾休止区 他們還有準備這個毯子 在這裡 貼心嗎 他的景色真的很美 你看一下 演出那邊就是比較高檔 這邊的景觀很美 拍攝也有這些 我們在等待進房的時間 日住室 還有熱湯 好 我兒子就是在這個地方 他是在這裡的有一間餐廳 哇 前面那邊 有人在滑雪的地方 嗯 很美吧 那邊大家在練習滑雪 還有這個總道 這個長廊 拍照起來很漂亮 好 現在這裡外面有太陽 可是 竟然漂得雪 這很奇妙 一万两千块的台湾一个人 我们住的这一栋呢 这个叫做LTOWER LTOWER一个人一个晚上六千多块 所以呢 这一次就好好的享受一下 我想应该可以折回票间 有阳光 还有飘雪 好奇妙 我们现在进来到这里叫做LTOWER TOWER一管 它的客房就是标准客房 没有什么很优秀的部分 客房的部分 但是呢 它卖的就是它的大井 哇 你看一下 看一下 多疗愈啊 下面那个很像蚂蚁的 不是 它们在滑雪 对面这边也是一栋 那边 YES 好疗愈喔 真的 这种雪景在台湾我们怎么看得到 这一辈子就是要来开一下这个 那边那几段房子 跟姜柄屋一样的房子 跟姜柄屋一样的房子 应该是他们的餐厅设施之内 明天我们再去看看 或者是晚上 诶 中间有个走道诶 这个常常的就是他们走道啊 这个走道感觉 就是 走在这个走道里头啊 应该是很温暖的 外面下着雪 里面很温暖 嗯 很好 明天来去泡汤 或者是等一下 来去泡汤 看着外面飘雪 哦 这个梦寐以前啊 都从电视看到 今天终于可以 身力其境哦 嗯 優秀 那我们就带去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欧迪妈妈 我现在坐在雪地上 两边这个灯呢 我们要去寻找艾斯冰城 我们刚刚去泡完 那个雪地的露天风雨 哦 过瘾 现在来这个地方好暗啊 可是也只有晚上 来到这里会有感觉 啊 然后 好冰哦 有点要流鼻涕啊 看到光了 好像我们的目的地快到了 艾斯冰城 艾斯冰城到底长得怎么样呢 哇 看起来好像都不知道怎么走了 那我们先暂停一下哦 那是什么东西 好 哦 蝴迪妈妈终于爬到这边来了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下面的冰城 看到了吗 好美哦 我们继续往前进吧 歐滴爸爸已经在这边做得好配战 不行,打到了 嗨,大家好 歐滴妈妈继续往冰城前进 里面真的很美,舍不得不来 我们再进来看看这边是在做什么的 对啊,冰杯啊,你看 这个是冰杯,它这个在卖什么 好像是这样啊,冰杯制作 然后一杯是1650元的日币 你就做一个冰杯而已啊 对啊,可是我们要让大家看一下这里长什么样子 长这样子 还有冰杯制作 然后很贵 所以我们离开这里吧 继续前进 这里的风景也太美了吧 现在是晚上,好像日本时间6点多 已经这么暗了 我的手快要结冰了 这边打来这一间是什么 每一间都很有特色 今天我来到这边实在是太奇妙了 你看,在冰当中有火 而且啊,你看 那个椅子啊 都用了整个棉的毛和坐垫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你看 整个背景 整个背景都是冰块,冰砖耶 来,进来看这边 哇 后面全部都是面包 洋洋 OK 哇 哎呦 这个柜台也是很可爱啊 你看 这个柜台 也是冰过的耶 奥迪爸比在哪里 快要冰封了 好 我们刚刚呢 去洗 玩那个露天风雨 现在在艾斯冰城 哇 实在是难得的这个历程 哦 好冰哦 可以继续看下去哦 奥迪妈妈现在来到艾斯冰城 整个都是冰的地方 八台是冰 好冰呢 然后呢 他这边有卖面包 还有这个地方 你看他的椅子也是冰做的耶 可以有火取暖 好酷哦 他这边上面放的是什么 看一下 哦 毒本 绘本 太酷了 现在这边 零下九度 所以他的冰呢 不会融化 可是呢 奥迪妈妈里快要封了 好冰啊 然后我们再来这边看 麵包 哦 这边这一间是在拌麵包的 嗯 嗯 好 好 我们就随便吃一下 保暖 好不好 吃他面包在冰上面 所以面包应该也是冰了吧 哦 太酷了 哦 走好久才来到这里耶 太有特色了 太有特色了 我们现在在这边吃这个叫马格丽特面包 他放在 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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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 就是酒吧 可是这怎么做啊 这做的 屁股会湿掉啊 那你叫一杯啊 溫不溫啊 呵呵呵 他不然实在太 太冷了 你看他的桌子 搞得这么可爱 哈哈 这牙蚵有没有毛 这个牙蚵有没有毛 一代把都水呢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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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了 我的妈妈来到这边是 在 的 孕野 education 可是呢 还是一定要有这个 身皮酒 它就本质你这样子 我最害怕 这准备 然后吃个牛排 我們來看看喔 剛剛入口處 有看到他們的牛排喔 和牛 很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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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來 來 看一下這個價格 坦白說 價格不算低 可是他在度假村裡頭呢 他的這個價格 還是必要的 今天雪地 在這邊開個餐廳 幾個人會來 來住飯店才會來 OK 所以我們今天點了一個 比較平價的 好不好 那我們喝個啤酒喔 配個牛排 來 現在牛排來了 他是用這樣的方式 自己煎到自己還要 想要的熟度 那一塊是什麼石頭啊 這個手套去碰 這個手套去碰 呵呵 有一點半圓燒的牛排的概念 有一點半圓燒的牛排的概念 喔 好 待會兒 歐滴媽媽來品嘗 嗨 大家好 歐滴媽媽要開始來吃牛排了 這個有一點炭烤 的牛排 我們自己有沒有 這不是炭烤 快不知道圓圓的是什麼 這個是 沾醬 我剛剛先沾的是鹽花 海鹽 很優秀 所以呢 今天中午都是吃的是海鮮 晚上 吃個肉肉 這樣才有熱量才不會太濃 這樣才有熱量才不會太濃 不錯耶 鮮肉啊 那是有沾醬嗎 這有牛嗎 橫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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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不知道是橫隔膜 這牛的橫隔膜的部位 不能吃太好 配個瓶酒 這樣子 比較不會濃 蠻好的 我現在再來品嘗它的 這個 這個是有沾醬 沾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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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隔膜 好 好 好 有沾醬 嗯 那個 黑胡椒醬 黑胡椒醬 好 好 有沾醬的 這個不是那個黑胡椒醬 日式的沾醬 很好吃 不過 配生啤酒的話 佛迪媽媽還是比較喜歡 吃那個沾海鹽原味 因為它的肉 很好很鮮 我們一餐吃一點餅 要不然回去會肥死 因為呢 我剛剛 跑到生鮮超市去買 這個薯條 北海道薯條 這好像是薯條三兄弟 是不是這個 三根薯條 還有我有配威士忌的 先這樣喔 我們 下一次還有吃的佛迪媽媽 再跟大家報告 不過今天真的 剛剛在戶外快能死 我的手啊 我的腳趾啊 都好冰喔 還好 他們的室內都有暖氣 明天要去坐冷車 所以要穿雪衣 晚安喔 今天非常高興 跟大家介紹 我們去北海道 新野度假村第一天的行程 滿好玩的吧 對 所以呢 可是我們到北海道 有八天七夜 沒有辦法一個小時裡頭 跟大家介紹完畢 跟大家介紹完畢 所以呢 我們陸續呢 希望能夠陸續的介紹給大家 然後我們的 台南政治大小生節目呢 在每一個禮拜一跟禮拜三 晚上八點 就會播出一個小時的時間 希望呢 你們能夠在粉絲專頁幫我們按讚 然後分享 然後我們在不同的時間會介紹不一樣的話題 跟大家分享 OK 希望大家陸續收看 然後支持台南政治大小生 我們支持 歐滴媽媽 OK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嘿嘿 拜拜